众所周知,尽管梅根·马克尔迄今为止并没有公开表达过她想竞选美国总统的愿望,但现实情况是,梅根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因此有资格参选。 那么,如果梅根真的竞选美国总统并且竞选成功,那对美国来说将会是怎样的灾难呢? 毕竟,梅根虽然已经脱离英国王室,但她依旧是拥有王室头衔的王室成员,何况她丈夫还是英国王室王位第六顺位继承人。 在11月21日的报道中,英国每日电讯报把梅根竞选总统对美国的影响与19世纪初法国皇帝拿破仑的右弟热罗姆·波纳玛擅自迎娶美国社交名媛伊丽莎白·帕特森这一事件做了比较。 人们当时狂热地猜想,热罗姆可能会在美国竞选公职,如此一来,美国有朝一日将被纳入法兰西帝国的版图。 而那时的美洲形势是,英国占领了加拿大,西班牙占领了佛罗里达州,而法国则占领了路易斯安娜。 为防止热罗姆竞选美国公职,从而避免美国被纳入法国版图,美国国会在1810年通过了一项名为贵族头衔修正案的宪法。 这一宪法修正案规定,任何接受声称接收或保留外国授予的贵族头衔的人将被禁止担任联邦职务。 尽管后来,拿破仑想方设法破坏了热罗姆和帕特森的婚姻,尽管这一宪法修正案当时也并没有获得通过,但221年以来至今,它一直没有被废止。 如今,由于梅根从去年3月移居美国以来,一直以英国王室成员身份从事商业和政治活动,尤其是最近一直在游说美国政界人士提供带薪产假。 并开展活动鼓励美国人投票。因此,对美国来说,阻止梅根以王室身份竞选美国总统势在必行。 而1810年,那个旨在阻止拿破仑右帝热罗姆谋求权力的宪法修正案是最好的武器。 法律专家认为,从技术上讲,这项显为人知的宪法修正案是可以恢复的,从而用以阻止梅根在美国竞选高级职位的任何尝试。 人民宪法200年27个修正案以及更完美联邦的承诺,一书的合著者约翰·克瓦尔表示,在他看来,一个名人公开使用来自另一个国家的高贵头衔竞选政治职位是没有先例的,而且会很有争议。 何况,英国有让王室成员远离政治的传统,所以梅根竞选美国总统这种事情,比王室成员在英国敢做的其他任何事情都更具侵入性。 科瓦尔承认,梅根的政治主张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他还没有确定自己属于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而如果他以独立人士参选,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会不约而同地利用这一点来阻止他参选。 梅根目前是拥有英国王室头衔的美国人,他顶着梅根·苏萨克斯公爵夫人的头衔开始越来越多地涉足政治,尽管他并未公开表态自己要竞选总统,但他的支持者却在不断地制造他可能参选的舆论。 正在为梅根写一部未经授权的传记的汤姆·鲍尔告诉杂志,梅根竞选总统是有可能的,甚至极有可能。 寻找自由一书的合著者奥米德·斯科比称,梅根是美国梦的化身,有一天人们可能会看到他成为美国总统。 据称,梅根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密友在去年告诉名利场杂志,梅根之所以如此热衷于不放弃美国公民身份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可能选择从政。 梅根的这位密友还说,他会认真考虑竞选美国总统这件事的。 梅根嫁给哈利王子时不愿放弃美国公民身份,而在脱离英国王室后又不愿意放弃英国王室头衔,他到底想做什么? 整种迹象表明,聪明的梅根早就试图借用自己的双重身份,捞取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 不过,如果美国启动了1810年宪法修正案,梅根的美国梦和总统梦都将彻底破灭。 接下来是蹭热度 卡米拉自称威廉子女很喜欢自己做的甜点,凯特不愿搭理她。 英国王室查尔斯的妻子卡米拉最近出镜瓶子很多,她为了让外界改变对自己的态度,也是付出了很多。 最近,卡米拉陪着查尔斯出席了盖尔斯·布兰德雷斯慈善机构举行的同一首诗歌茶话会。 在这里,卡米拉为大家介绍了一款新型改良版本的蛋糕。 她表示,这一次想用的蛋糕是自己改良过的,原本应该在蛋糕上涂抹果酱,但是她选择了柠檬凝乳来代替了果酱层。 卡米拉特意强调,威廉王子的三个孩子都喜欢自己这款蛋糕,她想要营造一个团结的家庭氛围,不过凯特并不愿意搭理她,毕竟,威廉一家人和查尔斯一家人的关系并不是非常亲密。 卡米拉一直想要成为英国的王楚飞,她想要让外界认可自己。 虽然凯特和威廉不愿意搭理卡米拉,但是她很清楚自己要表现出受欢迎的姿态。 当然,她明白如果真的去碰瓷威廉和凯特,非常容易被反驳,而且大人之间的关系充满着利益纠纷,也不会容易被外界接受。 反而是拉近自己和威廉子女的关系,对方是小孩子,不会去反驳。 威廉和凯特考虑自己的影响,也不会公开去反驳,而且大家隔了一代人,反而让亲情看上去更加自然。 卡米拉自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每当卡米拉去见小孩子的时候,就喜欢提到威廉的三个子女。 她一直表示,路易斯非常喜欢自己,而这一次,她又非常自豪地表示,要让两个小孩子像自己的孙子和孙女一样吃掉这些蛋糕。 因为自己改良的这款蛋糕非常受欢迎,每一次他们都会吃光这些。 看上去,卡米拉非常受三个孩子的喜欢。 卡米拉此举的目的,就是想要营造两家人非常亲密的状态。 只可惜,威廉夫妇并不太喜欢她,两家人的走动并没有她想要表现的那么多。 卡米拉最近出席活动的目的太过于明显,她想要让自己变成一个慈祥的老奶奶,同时让英国人看到自己的能力。 不过,卡米拉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最初她是想要强迫查尔斯去出头,如今查尔斯不愿意去冒险。 她也只能想到这样的办法,不过卡米拉这样的套路很难一直用下去,而且她也应该明白,即便威廉夫妇的三个子女真的喜欢自己,那么也难以改变自己小三上位的事实。 这个真相不会发生变化,卡米拉就不会被原谅。 卡米拉想要出风头,她却找不到太好的办法,而且她出席活动也经常被凯特搅局。 卡米拉显然想要压过卡米拉一头,对于卡米拉来说,她对付卡米拉,没有任何办法,对方可以说是拥有天时地利人和,她明白女王是不可能主动去将王主妃的位置给到自己。 她只能希望查尔斯登基的时候将自己册封为王后,不过英国王室之中反对她的声音太多了,即便卡米拉成为了王后,真正地掌控局面的也不会是她。 她最好的结局就是获得一个王后的头衔,然后让自己的人生没有遗憾。 让自己人生没有遗憾。 好